做一张椅子进入采访 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端章了 拍戏的时候会为了笑场 每一天都会很想快点收工 最关注的就是收工就吃什么 投鼠一公司一年之内两次合作 阿萨杜汶泽两人正如电影《超级经纪人》中的关系 已经属于最佳拍档 而要说这吃货二人组中最重要的菜品 竟然出自这位大厨 我喜欢吃他煮的东西 上期煮什么 大虾牛排 还有白酒 白酒不是我煮的 是我带过去 对 朋友里面谁最能喝呀 焦挺能喝的 五天乐能喝 他能喝的情度就是人类在没有办法阻止他 把你喝老过什么 没吃 最后能喝的是容祖儿 容祖儿喝完的最变态 偷看人家电话 偷看人家微信 别看如今的阿萨爆料起好友窘士来毫无顾忌 刚出道之时 他却因为工作原因嫌少有机会与同事交流 甚至前三年的时间 他与好姐妹阿娇也都处在貌合神离的状态 上面有很多人 这常常比如说在他面前讲我那样那样 然后在我面前讲他那样那样 然后我们又没有时间去解决 所以慢慢心里面就会有好像有一条刺那样 不同于TWINS刚刚出道时 因忙碌而淡漠感情的状态 杜汶泽的出道之路则是相当励志传奇 我有试过真的是这样同一个剧里面当了三个角色 在渐渐阳天呢 在头几集的时候都当一个圈文 目前呢就当了一个打手 然后呢后面呢就帮了一个日本兵